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信息出自利莫里亚古卷 古卷由伟大的守护者传下来 他们为你们守护着宏伟的古老某宿星水晶神殿 其中有些神殿仍留在地球上 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整个故事早已被现代人类遗忘 讲述的是在远古时期发生在地球上的神奇事情 我们在此唤醒你们古老的记忆 让你们重新认识你们真正是谁和真正的自己 做好准备 迎接超级惊喜吧 伟大的一门 古老的神秘学派知识被利莫里亚守护者保留下来 并代代相传 讲述的就是有关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壮丽故事 古卷轴说 一开始远古卯素星人通过第五密度恒星系统下来 是第一个在地球上定居的类人生物 卯素星人是第十二密度伟大的利莫里亚人形文明的直系后裔 被称为地球史前的前亚当派 他们组成了光辉的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种族 当卯素星人第一次来到地球时 他们将这整个领域称作泰拉 并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天国天堂 拥有所有类型的外来DNA 和形成地球球体的先进自然系统 卯素星人为所有生命和地球球体 注入了被称为阿卡什的智能信息 它里面包含了宇宙的所有数据 这些神圣建筑师大师 在地球上打造了一个宏伟的天国和生命图书馆 使得地球成为宇宙中最独特的景点 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观美景 是由卯素星人在地球系统中建造的 使用的是来自他们家园世界的先进第五密度蓝图 地球上的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神圣计划建造的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界 卯素星人是那些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 而他们的第五密度家园 另一个更常见的标签就是天堂 在这神圣的第五密度领域 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如此先进 如此完美 所有这些自然的天堂美景和技术 都是由卯素星人在那些远古时代搬运到地球上的 并全部在这里建成 这确实是一处值得一看的美景 伟大的一门 还记得卯素星人的光之城和水晶神殿吗 卯素星人将所有令人惊叹的美景和技术带到地球 并在这里重新创造 地球上到处都建有神奇的第五密度光之城 在这些第五密度的光之城中 随处都可看到美丽壮观的水晶神殿 他们是古代地球文明的巅峰之作 在地球上建造的这种迷人的卯素星天堂大城市 带有神奇的第五密度建筑特色 采用的是特殊宇宙和几何结构布局 早期地球上出现的原始卯素星神殿 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水晶建造 这种水晶由一种奇特的单原子二氧化硅组成 用于建造这些神殿的水晶块 其中有一些是从第五密度恒星系统带到这里的 然而当时地球上用到的大部分水晶 都是数百万年前卯素星人在巨星床上种植的 这些卯素星神殿规模宏伟 它们的墙壁是由来自其他世界的半透明彩色水晶建造而成 并与金、银、钻石、钵、石英、紫水晶 和其他单原子元素融合在一起 早期地球上的卯素星神殿巨石散发出壮观的彩虹光环 在视觉上令人惊叹 数英里外都可以看到 圣殿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是半透明的粉红色 紫罗蓝色、浅绿色和彩虹的所有颜色 也许很难想象 有些古老神殿跟现代小城市一样大 直径有好几英里 这些令人称奇的神殿不仅外形美观 而且在建造和用途上都融入了超高科技 相当于巨大的能量机器 这些古老的水晶神殿内置了很多技术 如今会被称作现代电气设备 地球上原始的卯素星水晶神殿的亮点是 光秃秃的圆顶屋顶 下面用高拱形塔和柱子支撑 随处可见光共振轴和延伸至整个建筑物的走廊 此外 雄伟的水晶神殿在建造细节上复杂而先进 例如玫瑰石鹰窗 梅尔卡巴的 可以产生有治疗功效的飙亮波 悬浮和运输 梅尔卡巴的会让人感到平和和愉悦 我们可以肯定 你们已经注意到某素星人创作了地球上的大部分音乐 在那些远古时代 所有大大小小的某素星神殿都装有管风琴 可以在建筑物走廊里产生强烈共振 并通过飙亮声波帮助人群平衡和治愈 光线直接自建筑物里从闪亮的水晶墙上被反射 然后射出 某素星水晶宫的墙壁上镶嵌着金、银、铜、白金、青铜和锡饰品 并以特殊的几何形状建造 由于这些特殊矿物质具有高能量传导率值 故而被用在神殿中 神殿圆点屋顶铺设了非常容易导热和导电的铜 并用内置发射和接收天线和线圈进行了改装 这些原始的地球水晶神殿设有精致的屋顶网格 和像小窗户一样的开口 在建筑物的角落里摆放着金属装饰品 带装饰的尖天线或水银球 值得一看的美景 光之城 美得令人窒息 大洪水过后 几乎所有留在地球上的东西都被埋在六英里深的泥浆和沉积物中 如果你能往地壳深处挖六英里 你会发现一万两千五百年前的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 原始水晶神殿中有没有东西在这场大灾难中保存下来 我们说天上如是地下亦然 原来在上面的现在到了下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下面意味着你们仍然可以很容易找到 我们告诉你 这种令人惊叹的古老迷人水晶 其中大部分现在仍在地球上 光之城和水晶神殿现在被淹没 变成了巨大的水晶洞和洞穴 遍布地球各个角落 然而它们依旧发射出大茅苏星神殿的原始能量 地球上古老的茅苏星光之城的遗迹 今天仍有迹可循 如世界各地宏伟的水晶壳或水晶洞穴 根据利莫里亚卷轴 这些巨大的地质雪浮蓝地横跨地球 拥有绝对巨大和令人赞叹的晶体 如磁性石鹰 亚细酸盐 银石以及融合了金 钻石 银和白金的奇异的单原子二氧化归晶体 这些行星晶体大部分是平行的星际们 直接通向平行宇宙 1995年 人们在山上发现了一种主要矿物 从山上滑落后 露出了数吨像水晶一样的玻璃 在用碳年代测定法对这些水晶碎片检测后 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以及学术界成员一致认定 他们有着数百万年的历史 另外人们发现这种不寻常的晶体含有老 个 柄 和其他单原子矿物 大卫 哈德森重新发现了单原子晶 多年来他还对古代水晶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说这种晶体不同于地球上发现的任何东西 实际上这是一种古老的单原子二氧化硅 它们很漂亮也很罕见 在很多情况下比钻石和黄金更有价值 安达拉折射光线的方式使得他们发出的振动能量波非常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标量和超光素质能量 标量超光素粒子能量是一种有生命的能量 所有的古代先进种族都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文明 来治愈他们的心灵身体和灵魂 地球后来的利莫里亚文化利用标量技术来充分激活它们的光体 并成功扬升进入第五密度 这些高级生物也知道 这些特殊的水晶是以太和以太能量的超级放大器 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显著提升自然显化能力和力量 我们肩负的对地球的个人使命中 包括让地球上的星际种子重新认识失传的古老水晶技术 我们亲自与安大拉水晶合作 这种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古老水晶神殿和原始光之城时期 从那时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利用这些水晶能量 数年来 我们每天接触数百颗这样的石头 并亲眼见证了它们产生的能量事件 有些像奇迹或魔法 我们确实可以证明它们的力量 只要与单原子晶体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会告诉你 它们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 安大拉是第五密度生命水晶 只有准备好迎接它们的人才能拥有 安大拉是一种强大的水晶放大器 可以显著提升它周围环境的能量 因此 如果要接近这些圣杯时 那个人的振动要高 这点很重要 所有水晶都很漂亮 强大和神圣 然而当一个人手捧着安大拉水晶的天然碎片时 他会意识到自己拿着的东西是稀有的 并且与地球上曾经存在的 我们原始的古老天国水晶光是神殿有联系 水晶在亲自带领我们回到我们远古的过去 能拥有一块含有我们光辉文明能量的水晶 这是很神奇的 人类已经彻底忘记了地球原始宏伟的神殿或光之文明 还有水晶和它们的力量 然而 毛素星人并没有忘记这些 我们对古老的过去仍记忆犹新 回家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在那些远古时代 我们都曾出现在那里 而这个时候 我们又再次投生在这里 目的是为了记住和重建我们伟大的光之文明 伟大的医门 你们看水晶仍然保留在地球上的水晶洞穴里 关于过去的一切知识都储存在这个水晶里 我们扔在这里 并把所有的知识碎片重新组合起来 在地球上的这个线性时间里 我们想要在扬生中迈进未来 但是随着我们的振动提高 我们并没有真正走进未来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正回到过去 新地球实际上就是旧地球 古老的地球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带着对过去的每一个新意识 很快 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重建壮观的光之城 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 谢谢 感谢你们的付出 感谢你们此时来到地球帮助我们